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内容 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一个农夫有块三角形的农耕地 从土地的外围走一圈 测量三边长分别是13公尺 14公尺 15公尺 根据边长可以求得此农耕地的面积吗 计算这个问题之前 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之前所学的面积公式 三角形ABC中 已知AC等于10 BC等于8 较C等于60度 是求三角形ABC的面积 正确答案为20根号3 回到前面所提的农耕地面积问题 它可以转化成 三角形ABC三边长分别为 AB等于13 BC等于14 CA等于15 求三角形ABC的面积 利用余线定理 可以得知 cosb等于2乘以a乘以c 分之a平方加c平方减b平方 等于2乘以14乘以13 分之14平方加13平方减15平方 等于13分之5 因此 sinb等于13分之12 故三角形ABC的面积 等于2分之1乘以a乘以c乘以sinb等于2分之1乘以14乘以13乘以13分之12 等于84 因此农夫的田地面积为84平方公尺 回顾上述问题的解法 给定三角形的三边长 可以利用余线定理 求出以内角的余线值 再求出正弦值 然后利用前面影片介绍的三角形面积公式 即可得到三角形面积 利用前面介绍的方法 以至三角形ABC三边长分别为a等于4b等于6c等于8 是求下列各小题的值 1.cosc 2.sinc 3.三角形ABC的面积 答案为 接下来我们可以仿照前面实例来证明海龙公式 设三角形ABC中 ABC分别为角A角B角C之对边长 另半周长为S 即S等于2分之A加B加C 则三角形ABC的面积等于根号 S乘以括号S-A乘以括号S-B乘以括号S-C 如何证明呢? 根据余线定理 cosb等于2ac分之a平方加c平方-b平方 而三角形ABC的面积等于2分之1ac-b 等于2分之1ac乘以根号1-cosb cosb用2ac分之a平方加c平方-b平方代入 可得三角形ABC的面积等于2分之1ac乘以根号 1-cosb等于2分之1ac乘以根号 1-括号2ac分之a平方加c平方-b平方的平方 将4a平方c平方分之1提到根号外面 上式可化为 等于2分之1ac乘以2ac分之1 乘以根号括号2ac的平方-a平方加c平方-b平方的平方 根号内使用平方差公式 上式可化减为 等于4分之1乘以根号 括号2ac加a平方加c平方-b平方 乘以括号2ac-a平方-c平方加b平方 整理根号内的式子可以得以下结果 等于4分之1乘以根号 括号a平方加c平方加2ac-b平方 乘以括号b平方-a平方加c平方-2ac 利用完全平方公式 中括号 括号a加c的平方-b平方 乘以中括号b平方-a-c的平方 根号内使用平方差公式 上式可化减为 等于4分之1乘以根号 括号a加c加b 乘以括号a加c-b 乘以括号b加a-c 乘以括号b-a加c 再用sabc表示根号内的式子 等于4分之1乘以根号 括号2s乘以括号2s-2b 乘以括号2s-2c 乘以括号2s-2a 根号内提出公因数得到以下结果 等于根号s乘以括号s-a 乘以括号s-b 乘以括号s-c 根据上述的推导过程 可以得知三角形abc的面积 等于根号s乘以括号s-a 乘以括号s-b 乘以括号s-c 海龙公式本身可以做几个观察 首先从单位的角度来看 abcs为长度单位 那么根号s乘以括号s-a 乘以括号s-b 乘以括号s-c 是长度平方单位 因此同学写这个公式时 根号中一定会有四个长度单位 这样代表面积公式才合理 接着我们可以观察 根号s乘以括号s-a 乘以括号s-b 乘以括号s-c 这个式子 例如a等于4 b等于6 c等于8 a等于8 b等于4 c等于6 代入面积公式都相同 也就是说 只要三边长固定了 那么不管三角形如何放置 面积都会相同 以至三角形三边长abc 利用海龙公式 可以求的面积为 根号s乘以括号s-a 乘以括号s-b 乘以括号s-c 其实海龙在测量数中 所讨论求面积的方法 跟影片中的方法 并不相同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参考以下网站 给定三角形三边长abc 求三角形面积的程序 1.利用余弦定理 求得一内角的余弦值 例如cos-b 再换成正弦值sin-b 2.用三角形面积 等于1分1acsin-b 即可求的三角形面积 海龙公式 设三角形abc中 abc分别为 角a角b角c之对边长 另半周长为s 即s等于2分之a加b加c 则三角形abc的面积 等于根号 s乘以括号s-a 乘以括号s-b 乘以括号s-c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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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